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无法 先生 先生您好 干嘛 我不要花啊 不要花 不要花 先生 我也不看房 不看房 先生 小广告别找我 不需要任何服务 那你是干什么的 先生您要火柴吗 卖火柴的呀 跟你卖火柴干什么呀 可以给您点火啊 可以干什么 给您照亮 给您点火都行 给我点火啊 我有打火机 你看你看你这傻丫头 这小孩你可怜巴巴的 你这么 你就这么 你能卖出去吗 那你买一根吧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我是金牌推销员 金牌 金牌推销员 没错 那您赶快买根火柴吧 没听明白我是推销员 我不是采购员 我就是教人怎么能把货卖出去的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 我这有一个 哎 推销宝典 看到没有 推销宝典 就这本书 甭管您有什么样的文化程度 看完他以后 保准想卖什么卖什么 准能赚到钱 你信不信 你就好好看看他 你看看 你别老拿着他 你先搁起来 你先搁起来 哎姑娘 你就好好看看他 看完他以后 你就能把这火柴卖出去 真的吗 那当然了 谢谢先生 哎不客气 不客气 哎哎哎哎 回来回来回来 好家伙机 给钱呢 给钱呢 这书得要钱 先生我没有钱 我连买面包的钱都没有 我一根火柴都没有卖掉 你看还掉了 你这孩子 你这 你也不谁给你准备 这么大火柴 拿那么小框 能装进去吗 能装进去吗 你首先 你这企业形象里就不对 对不对 你拿着 拿着 拿着 谢谢先生 您这事的好心 不不不 咱们好 你退着一个要这书的 没钱是吧 没钱 哎呀 没钱 这么着吧 谁让我是金牌推销员呢 咱俩就在这等着 一会来人以后哈 我先帮你推销这火柴 你看看我怎么能把火柴给卖 您能帮我卖火柴 对呀 太谢谢您了 把这火柴卖出去 你是不是就有钱了 嗯 然后你再买我这推销宝典 我拿面包呢 面包你自己负责 我只负责你卖火柴 说好了啊 我只要把火柴卖出去 你有了钱了 你就买我这推销宝典 好不好 行了 就这么办了 哎呀 我有了工夫卖宝典好不好 哎呀 来 哎哎哎哎哎 看见没有 过来人了 过来人了啊 让你好好见识见识我 我怎么能把这火柴给 哎呀 退休在家里 早睡又早起 别看下的雨 必须练身体 哎 年龄七十几 那身体杠杠的 遇到小歹徒 照样放到你 这就是我一个退休老警察的解体 走练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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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卡上了 要帮忙不 哎呀 你这是要是不要啊 你这么得要 你点点头 不要你摇摇头 把头呢 啊行了我跑一圈啊 你要太卡着我就帮你啊 一 二 一 二 一 啊 啊 哎呀 哎呀 这嘴给我卡着疼 哎呀 刚才那人呢 上半天没启声也没帮我 跑了怕我讹他呀 人呢 这谁车啊 谁车把我脑袋卡里了 谁车 这车组织干 这也太大意了 新车没上牌 联织不到 然后你看这外边下雨 还晚上窗户开的呢 里边有包东西 那家我估计挺值钱 我也没摸到市场 你说这这这这这 丢了杂掌你说 我今年36了啊 我跟我对象谈好几年恋爱了 都没结婚 原因是他妈也同意 他爸也同意 就是他爷没见到我 看家他爷说了算 所以今天我跟我对象看那样的 跟他爷是见第一次面 好了 我在这看着不合适 我还是去吧 我难得糊涂一次 哎呦 我的小钟声又敲响了 你看到没 又敲响了 不能走 我看着 呀宝贝电话 完了吹了 哎 亲爱的美丽 咋呢 啊 我这不去 在看大影的路上吗 啊 有点慢是吧 我堵车啊 坐地铁啊 不 你别骂 不是 哎 哎 美丽 你别想起我 马上 完了完了 不行 我这不去不行啊 这对象都这样 要不真的 我我我我 我给他捐这 我这衣服啊 给他挡上点 挡上点以后呢 他至少这雨啊 他进不去 进不去 我就先 你 这还搭这衣服 你去 饿了 我保安崛起 我不走了 这车窗还没关呢 吃饭没 没吃 咱俩认识吗 不认识 认识一下 混几下尴尬 来 认识一下 你现在的造型很尴尬呀 等着 这啥话呢 刚才那人呢 啊 你跟那人 你别给我提他啊 啊 站半天 没姿势上走了 怕我讹他 你在这干啥呢 我没干啥呀 没干啥 你这干啥呢 没干啥就没干啥吧 你要干啥呀 这不是车窗开了 我怕你干啥呢 我就干啥呗 你行了 那你不用干啥了 车是我的 你 咋的 看老警察崛起啊 你的车呀 啊 你的车那啥 你开走啊 不是 你这个年纪 你应该到公园 是吧 去看大马 是吧 去跳广场舞去 是吧 我刚买车 我在雨天 我跟他玩把雨中情 是吧 你就应该去找找西洋红 是吧 大爷啊 我祝你在爱情的小周里 一帆风春 二龙腾飞 三样开的 四季平安 五步列门 六路 慢走 我差点让你带高屋里 干啥又回来了呢 这车到底是不是你的 我怎么 我就没长个基主样吗 简化 我知道 接啊 我不得掏出来吗 宝贝 叫谁宝贝的 我能叫你宝贝的 你把这 宝贝 你在哪呢 赶紧开你车 接你对象去了 你别说话行 什么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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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你的车吗 我的车 你有车 我也才有车 解释 我今天就想给你个惊喜的 是我给你买车了 宝贝 咱们 我宝贝疯了 正常逻辑 高兴的嘛 赶紧来吧 快快快开车 就对下去 快去 我不开 真不开啊 不开 果真不开 果真不开 那你起开啊 啥呀 你不开 我开 起开 大爷 我给你懵 啥意思 3.0的排量 知道不 真皮座椅 全景天窗 电子手刹 可视雷导 啥玩意不懂 在那装车 大爷你啥意思 我的车 大爷 我说你这老头 干啥 你哪不早说 你来这家晃又半天了 大爷 你心太粗了 你说你这家伙 我这不宰这儿呢 我这宰这儿 我就怕你这丢 我宰这儿看着呢 按照理 你应该感谢我一下 我谢你啥呀 我知道你是看车 的是偷车的 我长得像偷车的 那你长得像看车的 你太侮辱我行先了 行了赶紧走吧 行了 好 耽误了 耽误了 对 大爷等会 我那个什么 我的衣服给我拿出来 刚才给你 我挡不出 挡不过的衣服 搭里头了 明天吧 不是 你逗玩呢 不是 你门开开 我就拿出来吗 我不着急 你不着急 不是 你 赶紧走吧 走 走 走 我不走 干啥不走 我等红灯呢 哪有红灯呢 红灯在我心中 你啥意思 大爷 你先走 我先看你把车开走 我先把你送走了 我 我不着急 是跑着分担高来了 整晚 拿我到贼跑着分担高来了 是不 我告诉你要大爷 你别给我扯 你别给我扯 你要给我扯 你啥意思 你啥意思 啥意思 大爷我想问一下 我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的 就你这样的来遛个不好使 知道吗 我跟你讲大爷 你趁没成事 你赶紧走 我不走 走吧 我不走 走吧 不走 走吧 不走 走吧 不能走 你怎么这么降呢 你是谁啊 你俩谁啊 车主 车主 那我就不知道我是谁了 其实吧 你爱谁谁 你走啥 我怎么走 说什么玩意儿 跟你说的吗 我咋说了 我说啥了 你不是说 那能说出来 我以为你打嗝呢 你打嗝呢 我不走 他打嗝呢 我真是车主 哎呀呀 人家有钥匙 那什么 不是 你太大意了 姑娘啊 这大雨天 你开窗 里面是不是很多贵重东西 你拿走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说我就在这帮你看车 结果他以为我是偷车的 我以为他是偷车的 误会了误会了 哎呀 不用谢 幸亏我来得早啊 看什么 人家压根没敢谢你 没当回事 我也没说一定要要谢 我对起自己良心 哎呀你小样嘛 看那 看吧 谢谢你啊大爷 不客气 你干啥呢 不是咱们的 我是充话费送的 灵灵 你咋跑来了呢 别废话 惊喜呢 惊喜啊 惊喜那个是 你不是说你老头吗 不是 姑娘 我的笔名啊 也不叫老头啊 不是 我说你咋有钱买车了 原来是一个富朋友给你买的 你交话呢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你说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你说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我看了 为啥咱俩老解不了婚呢 这这你这永远不在一个频道上 你看了 正常点 你说呀 你是这么回事 这这不是我的车 我在这看车 别人认为我是偷车呢 这不是我的车 明白了吧 这姑娘啊 她叫谁 别说话 你别说话 爷爷 叫什么岔本 我刚叫大爷 你别说话 几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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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数了数 三个意思 你别说 这是我爷爷 这是我孙女 这是我对象 这是车主 别变了话 美丽啊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小宝鸢呢 美丽啊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老乌鸦呀 什么呀 老警察呀 不是不是 爷爷 我今天不是请您看电影吗 顺便把大量介绍给您 是 我行电影院不远 我说我跑两步吧 这讲 美丽的邂逅啊 美丽啊 我估计咱俩以后就得干一辈子牛郎之女了 我这是把你爷爷彻底给合队了 有心们还笑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我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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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就怕你这种 干啥玩意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啥玩意 你们家遗传呢这是 爷爷 那您说啥意思吗 小伙子人品还行 改天带回家吃饭 爷爷 爷爷啊 多管闲事 不是爷爷我不 但是我喜欢 哦 不是你的情绪怎么此起彼途的 你这人 我这本会就应该多几个多管闲事的人 行 你俩看电影去吧 我找西洋红去 我祝你在爱情的小舟上一帆风筝二楼腾腾腾三样开在私底下 你还不懂呀 我来说还有人呢 好 这做人啊 要懂得知恩图报 我还没谢谢我股东呢 他问你的鞋子 你这都做了什么 你说 我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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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阶上您好您好您好앨 您好您好 ح 您好您好 哎呀 dóい meow host cue 瘁 需要火柴吗 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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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火柴吗 需要火柴吗 火柴吗 你看大火柴 这火柴呀 大火柴 没大火柴 我有一话筒 我不要 我有火鸡 不是 这个火柴 我跟您说 这火柴 它不是一般的火柴 它这木头 您闻闻 闻那边要香味 香味 这痰木的 痰木的 我知道您现在可能不吸烟 您可能用不着它 但是您没事 您可以盘 您没事买 哪根火柴 您就盘的 盘啊盘盘 您把它盘的 又亮了 又有包香了 然后您 您把它贴不贴不 做一手串 您带着 您买一根 买一根 我干啥呀 你到底要干啥呀 不是 您就买一根火柴 我都这样了 你这 你卖这能行吗 你卖这 你卖点高档商品 一流金牌产品的 你的呀 我够金牌的了 你还行 你要卖 就得卖我这样的商品 看到没有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对了 大家说对了 这就是江湖上 人送外号 卫生纸 这个卫生纸 不是一般的卫生纸 不是 这个卫生纸特别好 我们家居必备 家里又不可少的卫生纸 当你擦拖子擦不干净的时候 你可以用卫生纸一擦就很干净 妈妈再也不会说 你打扫卫生打扫的不干净 当你擦鼻涕的时候 流鼻涕的时候 就卫生纸轻轻的一擦 妈妈再也不会说 你不想你做个卫生纸 现在都没有关系 我担心你是不是 担心这个价钱 对了没有 价钱还要给你个大大的惊喜 有没有惊喜杂到 今天这个卫生纸 没有一百块 没有五十块 没有 有多少 有多少 九块九 多少 九块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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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吃了 那你在等什么 你拿着 你在等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等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等 我不存在等什么 你说的我很幸会 我很幸会 特别特别幸会 你拿着 九块九 九块九 好 好极了 好极了 谢谢谢谢 有没有被惊喜杂到 有没有杂到 杂到了 你杂到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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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 我不行 哎呦 我卖出去火柴 我怎么买面包吃 我怎么买你的推销宝典 你别着急呀 你别着急呀 这不才第一招吗 这不才第一招吗 这叫花言巧语 推销法 咱先把这便宜占了 下一个再来了 再碰个一个 我肯定用我的推销宝典 我给你卖出去 卖出去火柴 你有钱了 你再卖我这个 好不好 行不行 好好好 等着等着等着 不着急 这便宜存 还有人吗 有 有的事 你咱们来了吗 来了 来了 哎呦 我说你俩快点 行不行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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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这么大 你说这俩人 不是 团长 你这着急忙慌的干嘛呀 废话 能够着急吗 这好不容易接了个演出 一会儿张老板就到 咱不得排练排练呢 哎呀 团长 咱们又演出了 呦 好几个月都没开工资了 还能接着演出呢 别老说这个啊 团长 这回咱们可得 N住了 对 放心 我呀 跟这张老板已经谈的差不多了 就听咱们这出 扎美案 扎美案 那是咱们拿手好戏呀 这没问题呀 没问题 当然了 太好了 那咱们就排练排练 好啊 您还老崩 我承扎美 你亲相联 好嘞 乐队老师 咱们都准备好了 开始 父马 那咱们都准备好戏呀 金枪唱 端枪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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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三十二岁的鼓鼓荡草 扶马朗 鞋疯的渺望 当的灰魂难难 照动创个杀气 叶子两个心 三个彼此喊气 再描我藏江框之家 只在了夜的大堂上 喂 我们肚子疼 那是快伤了 赶紧送医院 对 保持联系 张老板 团长 就等您来了 你好 太好了 赶紧拿椅子去 这孩子 张老板 总算把您给判来了 来 张老板 请坐 今天 把演员都召集齐了 专门为您这事 排练 太好了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 好好好 我呢 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 我们公司董事长啊 是我哥 我哥的媳妇 是我嫂子 你这不废话 我嫂子 怀孕九个半月了 是吗 就要生了 真的 你说这事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你说这 我是这么想的啊 等这孩子降生以后 怎么着 我办这么一个大的庆典 大庆典 包一个豪华的饭店 豪华 把我这些亲戚朋友都请去 到时候各位 前驱住住兴 咱们大伙热闹热闹 太好了 没问题 又张老板 您放心 这是我们拿手好戏 好 不过 您看这劳费 是不是咱们得 劳务好说 你说 要多少钱吧 我们这团队啊 叫仨人 您给三千块钱 这 三千 又张老板 那三千块钱可不多啊 我给一万 一万 可是我有个要求啊 什么要求 您说 这戏怎么唱 那得听我的 今天 我当一把导演 他当的导演 怎么着 不行啊 不是 张老板 行是行 你放心 不会有太过分的要求 那就好 就是我怎么说 你们怎么唱 那您打算怎么说呀 那让我们怎么唱呢 团长 你好好想想 我哥生孩子 最高兴的 是不是我老娘 他当奶奶了 为了让我老娘高兴 咱们这书扎美案 得改成名歌 改名歌 我老娘最爱听名歌了 没法唱 这名歌没白改啊 改成名歌 一万五 一万五 你就把你最拿手 那个什么传说 沐浴时的传说 改成扎美案 偶你 来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保证 保证我做开封 把话说 书马爷已经结婚 六年多 为什么跟公主 下湖车 到如今 把你赖高兴 把你赖高兴 开放那个大 你别想多 哎呀 你是来的去不得 什么玩意儿 您听得怎么样?太好了 您呢? 我来一个 啊 保证 我这儿车里的了 啊 你去打听打听 我到底是何须忍的 若在老家的时候 从来就没有把婚宠 这个女人我与她不相同 一看她就是病得不轻 啊 保证 啊 保证 我看你纯粹是一个篮头群 哎 怎么样 哎呀 这算什么呀 不愧是艺术家 这是咱拿手好戏啊 哎呀 不过我觉得你们这个形式 是不是有点太单调了呀 这还单调 哎 团长 你再好好想想 我哥生孩子 最大功臣 那是我嫂子呀 是啊 哎 为了让我嫂子高兴 我嫂子爱听流行歌曲 改流行 改个流行歌 我说您可不能想改什么改什么 几位 不白改啊 不 改流行歌 两万 哎呀 两万 那要不想唱 我就找别人吧 那就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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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对了 不光有流行歌啊 你看我办的这是小孩的降生庆典 对啊 是不是在家几首儿歌啊 那多闹得放了 那要不唱 我就找别人吧 唱 嘿嘿 这不就完了吗 哎 不光有儿歌 你看我这亲戚朋友都去 我那些大掰老姨三姑六舅嘛 喜欢跳广场舞啊 啊 这也得加上广场舞 您这不成大拔会了吗 不唱找别人了 唱 这不就完了吗 把我刚才说的那个串一块 唱一段 这就来呗 来来来 先来点儿歌 来来来 儿歌 你把你那个平时哄孩子那个 就那个 机器猫 对 小叮当 给来一遍 啥这个 小叮当 改咱们啊 好好好 开始 陈处没你听着想 亲相恋他不均畅 竟敢来再开风 把那当朝胡马搞上大汤 你这个小子不想养 娶了媳妇还找你光 杀进叶子还敢把那 他喊起比四载标堂 陈师妹你好单良 你竟敢骗荒荡 陈师妹你别牛了 你这个小子纯粹 是个坏心肠 好 雷兄哥 雷兄哥 快快快 快点儿 快来吧 孩子 出卖我的爱 逼着我离开 新鲜血运动 新鲜血运动 抛弃了我 又没掉下来 出卖我的爱 来点 欢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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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既然有人 有人把我搞 哼哼哼 让我觉得心在跳 老宝为何还不 像他们更妙 哼哼哼 我的公主啊 何时才会来到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 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 今天在开封 有人把我搞 我看你黑老宝 能把我怎么找 这个青香脸 实在了不得 城市没他 没事就会跟我耍花火 老宝多在开封铺 你青年讲不得 我要高刀鲁马 让他来认错 在我的心上 绝对不投降 看你的模样 不阴又不阳 狭狭的方向 放在你头上 顶着你小子 藏的 纸汉娘 太好了 这就跟我走啊 让我这些亲戚朋友看看 这就是我导演的 扎美案 张老板 这戏我们不唱了 怎么着 钱签少是吧 行 再给你们加五千 两万五 这就不是钱的事 三万 三万 我就不信了 还有拿钱办不成的事 不就是几个唱戏 你这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几个唱戏的 你有钱 有钱你就了不起啊 就冲你这不尊重人的劲儿 给多少钱我们都不去 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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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了 张老板 我实话跟您说 我们是缺钱 可我们不能为了钱 什么都干 我从小学戏 老师就告诉我 台上认认真真唱戏 台下老老实实做人 我接这个演出 就是为了让他们多挣点 他们打小做客都不容易 这一身的能耐 都是汗珠子掉的一些杂八味 炼出来的 我作为团长 没有把剧团经营好 心里有愧 团长 但是我突然明白 再苦再穷 也不能出卖自己对艺术的追求 张老板 您说的那些我们都会 可我们就是不能那么唱 要听 就给您唱原汁原味正宗的京剧 不为别的 我们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艺术 对得起观众 行 给钱都不要 跟我讲气节 是吧 可是我就喜欢你们这样的 不用了 不用了 团长 刚才你说的这番话 太让人感动了 就照你说的办 这戏咱不改了 要唱 就原汁原味的唱 真的 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还有要求 我这是小孩的降生庆典呀 起飞唱戏的时候 能不能每个人 叼个奶嘴啊 您好 您这是刚下班啊 刚散戏 刚散戏 回家 我知道您要回家 先生您这要干嘛 您露山冷 您不考虑买根火柴吗 火柴 是啊 您听我跟你说啊 您看这个小女孩了没有 她太可怜了 哎呦 确实够可怜的 您看她 您为了她长的个儿高 其实她今年也就才12岁 12啊 她大出生那天起啊 就没见过她爸他妈 是啊 就是奶奶一手把她拉扯她的 哎呦 现在奶奶 岁数也大了 她就出来卖火柴啊 挣点零花钱 给奶奶买好吃的 嗯 我这砍她半天了 一根都没卖出去 大哥 你就行行好 你就买一根吧 哎呦 你就买一根吧 大哥 先生 大哥你带钱了吧 先生 先生 别提了啊 您说的呀 我太同情大了 你起来孩子 你听 他马上就掏钱 我太受感动了 是不是 人就掏钱吧 先生 您不知道啊 我比他还惨呢 您知道吗 我也是孤儿啊 您是孤儿 孤儿啊 您不知道啊 我从小啊 就是那个细校的老师啊 把我拉扯大的呀 没爹没妈的呀 不是 后来我们那老师去世了 老师去世了 您还怎么着 怎么着 他就把我们传家的那宝贝啊 就传给我了 传家的宝贝 哎呦 传给我了 就这个奶嘴啊 我们家这奶嘴啊 当时他们有给两千八多 都没卖了我 这么得了先生 我卖给您两块五 你买了我这奶嘴得了 大哥 两块五怎么可能过得太 好可哭啊 我给你十块钱 十块钱 太香了 那我走了 你这 哎 你还是没有卖自己一根火钱 别着急啊 我饿 我比你还饿呢 你饿 这不有奶嘴吗 你先吊着 我们就在这儿等着 作为我帮人帮到你 再来一个人 我肯定给你卖出去 你看他们都过来 你又忽悠我 你别着急啊 你来了 来了 哎呀 给老婆过生日咯 哦 给她一个惊喜 老大夫 老大夫 老婆 亲爱的 哎 哎呦 年纪这么大了 亲爱的亲爱的肉都肉麻死了 要叫的要叫的 年纪轻人过头轻 年纪大的人更要过头轻了 完了完了 什么事情了 告诉你 今天有好事情 好事情啊 儿子跟媳妇要回来了 不是的 媳妇怀孕了 不是的 那什么事情了 你的生日 哎呀 生日快乐了 老大夫 哦呀 生日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 哎呀 老大夫啊 我们现在年纪大了 过一天嘛 少一天了 过一个生日 少一个了 更要重要的过了 年纪大的人生日要少过过 要闯祸的 闯什么祸了 哎 你忘记了了 楼上那个王大妈 哎 本来身体慢慢好的 一过生日 楼上摔下去 骨折了 然后还有那个张大伯 哎呦 过生日之前也是慢慢好的 一过生日 太开心了 面瘫了 嘿嘿嘿嘿 老大夫 他们本来生气就差的 你生气好的 不会生病的 对不对了 不过不过 为什么不过了 家里面只有我跟你两个人冷冷清清的 儿子媳妇又没有回来 我不过不过不过 老大夫 你说这句话我要批评你了 儿子现在做经理事领导来 现在工作很忙的 我们要支持他 我我知道他忙的 我又没有怪他 我讲一讲了 好了好了好了 老大夫不要生气了 你看蛋糕也在这里了 儿子媳妇不陪你过 我陪你过 好不好 来来来快快快许个愿 要许什么愿来许愿 哎呀他们说的 生日的时候许愿很灵的 很灵的 哎 来来来 保佑儿子媳妇们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儿子今年做经理 做经理 明年做总经理 总经理 后年们做一个单位里最大的领导 哦 叫叫叫叫什么 哦 UFO 有一个C的 WC WC 收工厕所 这个老套弄不进去 好了好了 反正就是最大的官嘛 好嘞 最大的领导 哎 还有呢 就是两个人啊 有空吗 常回家看看 谁啊 爸爸妈妈 我们回来了 哎 儿子儿子 林德林德 我回来了 开门呀 我一小就回来了 开门呀 哎呀 爸爸 哎呀 儿子 哎呦 爸爸 哎呦 媳妇 你还是抱我好了 啊 哈哈 快进来快进来 进来 进来 老婆 来来来 哎呀 快快快 走走走走走 哎 站起来站起来 衣服坐坐了 脱掉啊 哦 衣服 衣服坐 等一下 他小时候的衣服了 都是我给他脱的了 你现在让我再过过影头了 老婆 哦 对对对 你这个包要我来帮你的 一直是我帮你拿的啊 来来来 坐坐坐 妈 你也坐 来来 爸爸坐啊 我有 有有有 坐这里啊 哎 儿子媳妇啊 你们孝顺是正当孝顺了 工作这么忙 还记得今天是生日啊 爸爸 妈妈 你真好哎 你怎么知道 今天是我们狗狗生日啊 哎 哦 你妈属狗的啊 妈妈生日 妈妈 你原来跟我们狗狗是同一天生的啊 我年份比它早一点 月份一样的啊 妈妈 实在对不起啊 我们两个人工作实在太忙了 把你这个生日给忘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没事 妈妈生日快乐啊 妈妈生日快乐啊 好好好好好 姑姑嘛 不要请不要请呢 坐坐坐 哎呀 回来嘛就回来了 你看 还给我们带东西了呢 那那那那 这个 哎呀 来嘛就回来了 就是不要 你看你看你看 给我带了这么好根骨头的 哎 妈妈 这是我们狗狗吃的 给狗吃的 给狗吃的 老头子 给狗吃 你这个弄错 弄错都有的 妈妈 这样的 你生日呢 我们回来的集业 没买什么东西 这点钱你拿的 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不不不 你们年轻人用钱的地方多 我们年纪大了 不用不用不用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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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他们就用 儿子媳妇孝顺 你骗心拿下不好了 反正以后总是他们的 对对对 不是拿着拿着 应该的嘛 对不对 我拿我拿 爸爸 爸爸 今天我们来的主要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因为平时上班也忙 没什么时间来看你们 今天过意来看看你们 那这个是第一件事情 还有件事情是这样的 这次来呢 主要是来拿狗狗用的吹风机和梳子 那个梳子跟吹风机是狗狗用的 你妈用了大半年了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小区呢 在创建文明小区 然后这个狗呢 还没办狗证 所以小区里面不能养狗 我跟阿云商量 把这个狗呢 先送到他妈妈家里去 所以呢 把这个吹风机和梳子要带过去 那那好的 我给你们去拿去 等一下 阿云来 来来 妈妈 跟你跟阿云商量一件事情 有什么事就说嘛 那个吹风机跟梳子 不要拿回去了 不要拿回去 那狗狗没得用了 没事 妈妈用的习惯了 咱们这样 再买一个吧 好不好 没事没事没事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梳子跟吹风机 不要拿回去了 这是狗狗了 你们也放在这里 不要拿回去了 狗狗也留在这 你们放心 我每天给他吃鱼肉虾 给他养得白白胖胖的 我养他 妈妈不行 我们宝宝不能吃这些东西的 他只能吃进口狗粮 那我去买 我知道的 我去买 妈妈 你好像没养过狗狗 那你会不会养的 老婆这什么话 什么叫会不会养的呢 你看看 妈妈把我都养得这么大 养只狗还不会养 对对对 我把他养成他一样 你放心 我们譬如两个儿子 一个阿良一个狗 这是什么话 真变两兄弟了 老婆 其实也好的呀 把狗放在我爸妈家里 离我们家还近 你想看看狗狗 随时可以过来 好 好不好 怎么样 那好的 那那就讲定了 狗狗就放在这里了 那你们两个坐一下 妈妈去烧饭 吃一口饭 妈妈 来不及了 我本来跟阿云商量好的 是想回来吃饭 尝尝你的手艺 但是我来的路上 我领导打电话给我 叫我马上回去开会 我也真的没办法 我一定要赶回去了 那饭吃一口就走 来不及了 好了好了老太婆 儿子工作要紧 去忙去 等我忙完了以后 我来看你好不好 我到家里面吃一口 还来不及了 工作要紧 工作要紧 快去 老太婆给他衣服穿上 还有衣服还有包 都拿好 儿子 那你到家里了都饭不吃一口 妈妈说是很快的要挖一口再走 妈妈我们先下来 下来来吧 那那工作要紧 工作要紧 工作要紧 好好好 好好好 路上小心 爸爸 那我们宝宝就拜托你了 来来来给我给我给我 那当心 你一定要记得 每天一定要按时吃饭 睡觉一定要盖被子 好的 地上不要去舔 垃圾桶磨也不要去饭 我地上肯定不 爸爸 那你自己身体也当心 你放心 放心 放心 那那我 走吧 小心点 爸爸 那我儿子就拜托你了 你放心 你儿子就是我孙子 一定带他 好的 你放心 那我们走了 爸爸妈妈 你们注意身体 你放心 过两天 我们肯定会来看这只狗的 来看你们的 好好好 路上小心 那我走了 再见 妈妈再见 那那那那你开车当心一点 再见 妈妈再见 那你再见 走了 自己注意点 好好好 去吧去吧 那你下次回来 开车当心一点 哎呀 反正都 哎呀 走远了 走远了 老太婆 来来来 你看看这个狗 哎呀 老头子 你不是知道我怕狗 你远一点 要下头下死 那真是 不是老太婆 你这么怕狗们 你把他留下来干什么了 哎呦 你这个老头子 你怎么这么笨的了 你没有看到 媳妇多少喜欢这只狗啊 他喜欢这只狗 就会经常回来看这只狗 他回来看这只狗 那我们儿子也就会经常回来了 那我们两老 不是可以经常看到他们了吗 哎呀 我倒没想到 现在要看看儿子媳妇 要拍这个狗的骂屁了 真是的 什么事呀 你真是在叫 真是的 人真是的 哎呀 放在那里 这个蛋糕也没用了 卖卖掉拉倒所行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搭街的 天气预报 大爷 您看今天的天气 它怎么样呢 怎么样呢 那可以说是风和日丽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呢 您看那边 乌云密布 眼看就 一声一响 恰恰的飘破大雨 你冷不冷 本来不能被你说的有点冷 冷怎么办 怎么办呢 买根火柴 买根火柴 您就不冷了 哎 火柴可以取暖 是不是 还能给您照亮回家的路 天有不色风云啊 大爷 您考虑考虑 是不是 不贵 好了好了好了 你这个套路我懂的 你懂的 我也会卖的 我也会卖的 比你好的 小罗一桥你听我言 小罗一桥听我言 现在的天气很多变 现在天气 这不我的词吗 这不 上午下雨 下午要下雪 东南西北乱头的风吹得你眼睛看不见 这种天最好别出门 待在家里最保险 万一觉得肚子饿 吃块蛋糕点一点 吃块蛋糕 我这个蛋糕味道甜 刚刚出路很新鲜 今天卖你便宜一点 两百块钱就让你甜一点 两百块钱舔蛋糕 干嘛 大叔好久没有吃过蛋糕了 不是你 你 你 你咱不是先把这火柴要卖 不是 多少钱 两百块就让你舔一舔 好东西 两百块钱舔一舔是吧 舔一舔是吧 大叔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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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就两百块钱了 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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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您拿着 拿着 好好好 谢谢您给我了 谢谢 谢谢 好好好 留着吃 没问题 没问题 谢谢大叔 好嘞 再见 我来吃蛋糕了 你能吃啊 好饿 你等会你吃蛋糕吃蛋糕 咱一会咱可不能再给我打岔了 我本来都快卖出去了 你这一撒娇 我饿了 蛋糕买到手了 可是我卖不出去火车 我怎么买你的推销宝典 所以说你再来人 你别跟我搅搅了 你看我的金牌推销 怎么推销这个火柴 好不好 走走走 咱先吃蛋糕去 一会等来人再说 走走走走 别了门了 手机哪去了 这大早上起来 倒霉整整一天 上了闹钟吧 闹钟没响 朝鸡妈慌 爬起来吃早点 撒一股子豆浆 出门开车吧 路上那叫一个堵啊 开了整整两个小时 好被到了公司楼底 电梯没电 整爬了十七层啊 出这一身汗吧 喝点凉水闹肚子 到了厕所 我前面排了四十多位啊 好被排到我了 痛快完了 回来手机没了 没分呢 不过有一点我敢肯定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丢失事件 这是一个有预谋的盗窃事件 能进我办公室就这么俩人 一个是我们老板 我们老板不可能 他儿子的手机都比我那强 才一个就是新来的保洁小金 对啊 小金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农村来的啊 家庭条件不好 你想条件好 能当保洁吗 作案时间 作案动机 作案条件全具备了 喝小金的小金 我没想到是你 小金我还告诉你 你经理 您叫我 废话 我可不是叫你嘛 你干嘛 打扫微信 你先忙 先忙 这时候我要直接问他呀 他肯定来个咬紧牙关不承认 我就拿他没辙 我弄他的招多了 您看着啊 小金 你刚才是不是来一趟了 我 没有啊 啊 否认吧 看看我怎么震慑他一下 让他乖乖的把手机给我交出来 哎 坐那 经理 坐坐 我干活呢 待会再干 坐下 坐坐坐坐 经理 是 劳逸结合 是 听首歌啊 啊 我站在烈烈风中 不能不能 小金啊 是 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呃 您是文学策划经理 文学策划经理啊 对 那是以前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武术 经理 刘神 刘神 您的腰 应该刘神的 恐怕是那些坏的 坏的 我还不是跟你吹牛啊 嗯 我当年 陆遇16个流氓 开了架势 没有一个敢过来的 那中间那盒有多快 50来米 这盒有什么关系 不是 16个流氓 打你一个人 怎么不敢过来呢 吓的 坐吧 超这个啊 您是想打一个飞角是吗 认识 是 认识飞角就好办 这不算什么 有机会 我还得让你看看我的佛山夺命刀 陈经理 经理 您看我这个 班农水少年武术冠军 哎 经理啊 没想到您对武术也是这么痴迷吗 哎呀 幸亏幸亏幸亏 你做帮助 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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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文明法治社会你p try我说个吧 你这不是明天说的吗 呢经理 那个我就不做了 我继续干活了 有事 有什么事 有事 你有什么事 再听一首 再听个歌 再听一个 看来来硬的不行 还是要用真情感动它 让它感激T零 把手机交给我 这个方法既温馨 还安全 这个人就是娘 小金 在这个世界上 行走处世 什么品质最重要知道吗 什么 诚实 你就拿我来说 今天刘姐的饭盒丢了 问到我 我说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小李的口红丢了 找到了我 问我 我不知道啊 那就说不知道 刘大爷的脚灯子丢了一个 找我 我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张经理参加 经理经理 别人丢了东西 怎么都找您呢 这就叫人缘 人缘特别重要 是是是 怎么才能有一个 好的人缘呢 啊 啊 这去想想 啊 好的人脉关系 是靠什么来建立的呢 嗯 嗯 不太清楚 哈哈哈哈 彼此之间的交流与信任 啊 对对对对 你看啊 你是来自农村的 是 那么长时间 是不是特别想回家 看看自己的爸妈 您这么一说 我真的特别想回家了 想回家没有路费 没有路费 我可以赞助你 啊 现在经理就可以给你50块钱 不是经理 每张硬经理 我开车回去 什么 你偷一手机就算了 你还敢偷汽车呀 呃 你还敢偷着开别人的汽车回去 经理 你别开玩笑了 我怎么能偷呢 公安机关发的驾照 我自己买的车 怎么能叫偷呢 你自己买车 对啊 你凭什么自己买车呀 你有什么资格自己买车呀 你有什么条件自己买车呀 我自己买的车经理 第一遍我就听见了 你买一个旧车 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呀 是 我买的是新车 三十来万 新车 那你买车 那钱是从哪里 您要这么说 我就比较惭愧了 惭愧了 有效果了 赵亲 说出来吧 爸妈给的 你爸妈哪儿的 就是家里边有两个山坡加工厂 那不就是个小业主吗 是 一个纯净水公司 一个建材公司 两所希望小学 别叹气了 好 气死我了 你这么有钱 你也别吹啊 你这么有钱 你跑我们这儿当保洁来 不是 经理 我这是临时的 这个公司离我们学校很近 而且时间充裕 这样我就能勤工俭学了呀 我要靠我自己的双手 完成我的梦想 你还干嘛靠双手完成梦想 我看你单手就可以完成你的梦想 这个经理 你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我问你 家既然这么有钱 既然得你买了车了 你有勤工俭学 那你想必可能也有手机吧 什么可能啊 我肯定有手机啊 这就是我的手机 您看看 这不是我丢那个呀 这当然不是您的了 这是我在上个公司打工挣钱买的 你既然自己有手机 你平时拿人手机 您说什么 我说你既然有手机 你干嘛拿人手机啊 你我拿什么手机 你既然自己有手机 你干嘛拿我手机 我拿您的手机啊 喂 是我 哎媳妇 哎呦我跟你说倒了血霉 哎呀行了行了 我先告诉你吧还是 你手机怎么又往家了 没电了也不冲 人家有事找你怎么办 丢三拉丝的毛病 早就嘎嘎嘎了 哎不对啊 我记得我放兜里了 是啊 你不是换衣服了吗 什么脑子 我挂了啊 哎呀好 就给你送过去 哎呀好亲爱的谢谢 哎呀你怎么还没走啊 刚才我们就是一块啊 哎呀 一了一了 没事了 忙去吧 经理 恭喜您啊 手机十二负责 没事 不不不不 看来有些东西您丢了 到现在还没找回来呢 再见 站住 我还丢什么了 尊重 信任 哎呀哎呀哎呀 怎么怎么了 大哥大哥大哥 您客气 这个您看人家长得真漂亮 谢谢谢谢 您一路过啊 我一看您这人就长得就就 他就不一般人 是他们都这么说 不一般人 我都不信任您了 我还是自己来吧 你等你等着啊 我教你教你 后不还有招呢 你这谁谁谁闹啊 怎么着啊 您知道您现在为什么 他缺乏一种信任感吗 人与人之间 我确实不太理解 你是不是深有体会 是 有这种经历 对不对 对对对 没有信任感 对对对 我教你一个就是 他这个信任感啊 他必须是人与之间 他得互相他相信 您有方法吗 有方法呀 您说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带钱了吗 带了 带了 带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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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吧 20 20 是吧 20 你把它给我 你走吧 好 不是 我这不是信任啊 不是 我很信任你啊 我不信任你 我这是啥呀 不是 我给你钱干嘛 你钱给我 这是属于你信任我 对对对 但是我也信任你啊 我把这火柴 我给你 咱俩就是互相就有信任了 您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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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一破火柴有什么用 来来 您拿 先房间 我先房间 没有用 怎么没有用呢 什么社会了 要火柴没有用 我跟你说吧 现在都要买它了 这是什么呀 手机 手机能点火吗 不是 手机的功能特别强大 要干什么都行 要买就买手机 我的手机功能多的你都无法想象 我的手机便宜省店 堪称所有商家榜样 要买就买手机 要买就买手机 微信微博美图上网还能照相和摄像 游戏追剧 订餐订票自拍 怎么看着都不怕 要买就买手机 要买就买手机 怎么样 太好了 手机不能想拿 要买就买手机 对对对 你看那够不够 够不够 就是它了 要买就买手机 你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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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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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老看着我 看着我 你根本就不想给我卖火柴 我疯了吗 你骗我 你个骗子 别着急 小妹 我要交话 你等着 骗子 可以了 骗子 马上就来人了 再来人 我一定卖给他 把你这 你又骂不出去的 那我就是骗子 哪人呢 你好 和心理派出所 七大妈 您好 您好 过年好 对我值班 您想给我送饺子 您不用送了 我已经吃过了 我也给您拜个年 祝您新年快乐 哎呀 饺子 什么馅呢 哎 我还是吃馒头 哎 小虹 嗯 指导员 您怎么来了 你该休息啊 我带个人过来 带人 进来吧 哦 哎 这是姐夫吧 嘿 嘿 你瞎说什么呢 你 这是我刚抓的 刚抓姐夫 去 我刚才啊 是去趟服装市场 给孩子买一件 过年的衣服 发现他 正在偷东西 就把他给带回来了 啊 那我说嘛 他姐夫 姐夫也不能长这么传奇啊 哎 小虹 别动啊 这么着 您也累了 你坐下歇会 啊 歇会 哎 哎 那你坐了吗 你是贼 不是姐夫 知道吗 进去站住 小虹 嗯 这件衣服是脏物 哦 这人情况呢 有点特殊 我 呃 先回趟办公室 嗯 等我回来 咱俩一块问啊 好 哎 坐下 哎 坐下 您叫我呢 啊 坐下 我不是你姐夫 我是你姐夫 占我便宜是不是 对 这小子 够胖的啊 这不是肉 不是肉 哎 不是肉 不是肉 你这肚子里都是什么 都是什么 水 水 哦 这么说你是猪水肉啊 哎 你的情况还真特殊啊 让我好好跟你聊聊 哎呀 说说 你叫什么呀 馒头 哎呀 你怎么不叫窝头啊 你有窝头吗 给我俩 你是不是饿傻了你了 我不是饿傻了 我是饿晕了 看着不像啊 我这儿不是肉 都是浮肿 一处一坑 一处一坑 哎 别 别除了 带主穿过去了 那 那 那这么着 我呀 给你个馒头吃 啊 吃完了老实交代 好不好 啊 好好说 啊 哎 看我手 呃 投多少次了 哦 一百次 一百五十次 啊 你大汗啊 哎哎哎 你喝点水 好好说 嗯 就一次 就一次 哦 一次就让我们抓着了 哎 谁说不是呢 其实啊 我那儿不算偷 不算偷 你这算什么 拿的 拿的 我 你太不老实了 骗完馒头吃 说瞎话 你把馒头还给我 你咽了 咽 咽了 咽了 你给我吐出来 啊 哎呦 制造员 您可来了 这小子 哎太狡猾了 哎 不仅不老实交代 还骗我一馒头吃 我没骗 是他自己给的 好好 是我给你的 啊 你现在把馒头还给我 你还给我 吃了 吃了吐出来 行了 先不说那馒头的事 先收拾这钱 还有这衣服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衣服 卖一百块钱 可我 钱不够 但钱不够的偷啊 我没偷 拿的 拿的 我抓你的时候 明明看见你的手 在别人的钱箱里 这五十块钱 真是我的 对 是你印的 是 不是 我开始啊 是偷偷的拿了一件衣服走 可没走多远 我就想啊 人大冬天的 摆摊也不容易 我就把自己的五十块钱 偷偷的拿出来 放那了 你怎么证明这钱是你的 那钱上面 有两个小蓝点 是我两天没吃饭攒的 是有两个点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慢慢说 我叫刘万福 我和老婆 带着孩子来城里打工 老婆 前年生病 没了 我儿子 我儿子教留学 在第一小学上学 成绩特别的好 这次在班里头 又考了状元 这次学校 组织这些优秀学生 到北京的大学 去参观 可孩子出门 连这像样的衣服 都没有 工地上 又发不下钱来 所以我 我 我 我这求求你们 我被抓的事 千万不要告诉孩子 我对不起他 我这个当爹的 给他丢人了 哎呀 谁说谁知道了 人家哭了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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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们该怎么判 就怎么判 就是别连累孩子 谁说我们要判你了 我告诉你 这件衣服是残次品 你看看 拉链还是坏的 啊 这 这拉链都坏了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坏人没当成 还老你们手里了 哎呦 老我们手里一支足吧 你忘了 你还骗我一馒头吃呢 虽然这是件残次品 但我告诉你 你的行为 已经涉嫌盗窃 这一点 你必须得认识到 回头等我们核实完情况 再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对你进行警告处理 不抓我 警告处理 哎 小红 啊 我呀 先带他到后面食堂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跟我走吧 去哪儿 我们领导啊 优待你 优待我 吃馒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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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馒头 哎呀 这是饿风了 这是 叔叔 叔叔叔叔 您能帮我找找我爸爸吗 你爸爸 对 他叫刘万福 刘万福 对 他就在前面的工地上班 可他今天没去工地 他身体不好 我怕他出什么事 你能帮我找找他吗 你是刘万福的儿子 叔叔 你认识我爸爸 呃 你爸爸呀 刘雪 爸爸 对 你怎么在这儿啊 爸爸 对 对 叔叔 我爸爸怎么了 你爸爸 对 应该是吃饱了撑的 对 我吃饱撑的 不是说好了吗 别告诉孩子吗 你这么说话不算数呢 谁不算数啊 哎 是他自己找来的 哎 不信你问他 爸爸 咳扰到你了 咱们赶紧回家吧 儿子 爸爸回不了家了 你带我走吧 我带你去哪儿啊 哎 刘万福 这是你儿子 是 来 小朋友 嗯 你叫刘雪 对吗 对 来 阿姨告诉你啊 你爸爸呀 今天帮助我们派出所 破了一个案子 啊 我 我破案 对啊 老刘 是你帮助我们破案啊 我们呀 还得感谢你呢 哦 哦 我得谢谢你们 儿子 来 谢谢警察叔叔 谢谢阿姨 我们老师说了 当警察 当警察 不光辛苦 还危险 一年365天 每天都有警察牺牲 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嗯 好小子 好孩子 刘雪 来 到警察阿姨这儿来 这是阿姨送你的新年礼物 阿姨 我不要 哎 快穿上 你爸爸不是答应你 让你穿上新衣服以后 带你去趟北京吗 阿姨相信你 在新的一年里啊 你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是不是 阿姨 您 有点像 我妈妈 小孩子 刘万福 这是我们所全体民警的爱心捐款 你啊 拿着 带着孩子 你们也一起过个团圆年 我不能要 拿着 老刘 你就拿着吧 我 我谢 你可别跪 我知道你要跪 我先跪了啊 我跟你说 好好过日子 把孩子培养成人 来 孩子 好好看看警察叔叔 警察阿姨 他们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呢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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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需要火柴吗 什么 火柴 还有火柴 一个大根的火柴 这一根火柴 盯好几根 您需要吗 不贵 十块钱一根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卖火柴呀 吞销火柴呀 您看 您看我这 绝对我们都是 你卖火柴 卖火柴 你有执照吗 执照 你有执照吗 有执照吗 我没有面包 没面包 我说执照 不是 执 你没执照 你卖什么火柴 没执照 对 他没执照 你知道吗 他没执照 不 这个火柴 我是帮忙的 我是做学问的 这是我出的书 我就路过 我看他可怜 这不是我的事 这是他的 这是你出的书 我出的书 你这书 怎么没有绑号 你还有错字 什么错字 不是 你是盗版 不是 这个是硬坏的那批 这是你怎么怪那批 不是 你怎么那么像我们社区前两天跑一神经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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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贴广告的 也不是 不是 投资营 不是 您抽出来的 反正你有话题 你抽出来的 你给我找一趟 不是 你给我找一趟 你给我找一趟 我不知道 你给我找一趟 我找一趟 我找一趟 我爱他 我找一趟 我会找一趟 那我叫你 我叫你 齐斗奸商 青彩连连好戏不断 你太不老实了 每周三晚赶快来看 我爱满堂彩 等您来